哈囉大家好我是佳音 歡迎再加入邪道人生 今天又要跟著我的搭檔 大隻還有一巴 跟著大家一起來聊潮血啦 那上一集呢 我們聊的是怪藍高手 櫻木花道這麼有名 可是呢 回去想了一想 聊櫻木花道怎麼可以沒有聊到劉川峰呢 來考一下兩位 那個每次劉川峰在劇裡 卡通裡最常講一句話是什麼 白癡 你眼神要這樣子 要白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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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就是他經典的樣貌啊 所以呢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就是劉川峰 劉川峰穿什麼 穿什麼 你們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當然不知道 所以才要早點會參加 來囉 這很會推你齁 明星跟年紀差不多 我也不知道耶 我也不知道 我也有看過劉川峰是誰 你就說了我愛刺木剛線 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奶油型的男生 刺木剛線穿什麼 不知道 他好像穿weapon對不對 對 它穿weapon converse的weapon 我覺得刺木剛線很酷又很帥 好啦 等一下回到劉川峰他穿什麼 他穿五代 五代 男爺爺 九等五 對對對 Byred 我們是不是要介紹這雙鞋的特色是什麼 嗯 沒錯 那其實 欸 雖然我沒有 但是我腳上是有穿 哎呀 顏色不太對 我跟你說 我是Oreal配色 不只是那個 沒有 他為了配合他喜歡黑 就是那個 皮膚黑點 他 我以為他蒙曬黑了 蒙曬黑了 對 好啦 除了大 除了大隻的腳上可以看得到這雙鞋 之外 欸 Oreal06買得到是嗎 絕對買得到 那這雙鞋的價格大概多少 其實現在 欸 Oreal其實漲了欸 Oreal Oreal我當初買的時候其實低於原價 我必須要說 為什麼 你整齊就這樣 有點髒了 有點髒不好意思 因為我把它當便行在穿 那 因為當初我買我是低於原價買 那時候才五 為什麼可以 四五千塊 為什麼 小朋友不懂 我說真的 因為這是後面再第二次出的那一款 然後那個時候 可能是我們這個年紀 因為我們在Oreal是多麼神奇的一個東西 剛才呢大隻有講一句話 這雙鞋他可以用這個價格入手 是因為小朋友不懂 那就是說呢 你買了這雙鞋以後你就懂了 不是就是 就是然後 欸的確是 但因為現在我那時候買的第一原價 大概四五千塊 但是現在 已經漲到一萬多塊兩 一萬五左右 所以 而且是我這個時間點第二次出的 現在漲很多 所以要怎麼smart的收鞋 當然要收看我們的鞋槓人生 那在這裡還是要問 劉川峰跟櫻木花道 很多人都會拿他們兩個來比較 那當然不外乎 我還是要問兩位這個問題 劉川峰跟櫻木花道 你們更喜歡誰 欸我剛才已經講師傅 所以我不用加入這個選擇題 請選擇 這個喔 請選擇 老丁肚子 其實 我有 他們兩個很適合當老丁 你看他們兩個 我肚子也很適合 老丁 老丁 其實我自己當初在看這個漫畫 欸我看過這個漫畫 你幫他看點啊 我喜歡小田 小田 我還是喜歡櫻木 還是喜歡櫻木 所以我 小田啊 喜歡小田 那你為什麼喜歡櫻木 我喜歡他那種 憨憨的感覺 沒有泡女生 不是 沒有 我想他那種對籃球的執著 跟對於 像他的 這樣劉川峰也很執著嗎 劉川峰是天才型拳手 那櫻木的話就是會 讓很多草根的球員會發現 其實我再努力 我只要努力 我可以像櫻木一樣 對 可是櫻木很飛欸 含跳腿 對啊 對啊 那你不喜歡小田 為什麼 小田擁有 跟劉川峰一樣 數量的護衛隊 對 好啦 那講到了 剛才都講 可是就沒有講到 我們網友想要聽的 我們網友想要聽的是三井獸 三井獸是不是有一雙不錯的鞋 大家想要知道 對 哪一雙 三井獸有一雙 他的亞瑟式的款式 那雙也很紅 對 那雙其實也蠻紅的 對 所以其實在我們講 那雙鞋子 因為 我覺得是因為他 穿 在漫畫裡面 對 然後所以他在那個 聽你說這雙鞋超級紅 到底那雙鞋長得怎麼樣 畢竟我們這一集 是劉川峰的特輯 那我們鞋鋼人生 下一集 我們就來看三井獸最喜歡的鞋子 現在講三井獸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我們A202在4月13號開始 我們就會有一個 筆記筆記 就會有一個叫 潮術艙的一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就是你 只要今天下單 我們最快 零一天就會爆 感謝A202提供這麼棒的服務 而且我覺得他們最棒的服務 是不是還在所謂的賈金鞋 沒錯 而且我們接下來在4月13號開始 也會有一個線下的驗證活動 就是你只要任何選擇 所以你只要有一個想要驗的 所以你只要味道不太對 等上有登記 我們就一起幫你做驗證